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今天要和大家講的題目是 工業利潤復甦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恒新指數 全日恒指升了361點 收報28,225點 成交有749億 今天港股是繼續延續反彈的趨勢 走勢都是比較理想的 成功站在28,000關之上收市 亦都靠近去到上升通道頂 到達了我在12月12日說的短期 上升目標大概是28,200區 其實在12月12日說了 短線、中線和醉牛的目標 現在再重複一次 當日講的題目叫做 牛眼看港股 當日就估計恒新指數會升 其實那時候 大家可以看看恒指這幅圖 12月12日這一日 在這裏 12日這一日收市位是26994 即是27,000都未到 那天剛剛第一個裂口上升 開始那天和大家講視頻的時候 已經看到短線 有機會衝上去28,000關之上 當時上升通道頂大概28,200 今天以接近全日最高位收的 收報是28,25 全日最高位是22,26 初步到達了這個短期目標 那時候都已經提出 牛眼看港股 中線看大概是3萬關 3萬關 而醉牛的情況 就看到3萬6 在12月13日的經濟日報的報章 和當日的視頻 都跟大家再講 都是重複這個看法 現在其實看法都是不變的 看好的理由 其實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就是中美達成某個協議之後 可以看好 另外就是中國經濟有機會好轉 這兩大理由 還有一個理由 當日其實提出來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因為美國議息之後 美國議息說了一年都不會加息 就會有利在一個低息環境 那些套息交易的資金 就借美元便宜錢 去流入新興市場炒作 這三個原因 基本上就是推升港股 最重要的因素 講到現在其實基本上都沒有變 美息不會加資金 由美國流出去新興市場 這件事 大家都見到這個趨勢 近期不斷升 都應該是 這個看法 第二 中美貿談那裏 有機會首階段達成協議 大家都知道 一月份有機會簽協議 所以支撐的市場也都知道 今天反而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內地的經濟 是不是有機會會好轉呢 這個因素 所以今天的題目就是 工業利潤復甦 今天內地有公佈 就是規模以上工業利潤水平 11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實現利潤總額按年 增速由負轉正 增幅有5.4% 是8個月以來的最高 即是有機會工業利潤更好 究竟那個數字是多少呢 就是11月份實現利潤總額 是有5,939億元人民幣的 10月份 10月份的時候 其實按年同比 是下跌9.9% 11月份按年 則增長5.4% 由負轉正 即是好了很多 今年1至11月 工業企業實現利潤 仍然都是要下跌 但是跌幅呢 就收窄去到2.1% 較1至10月份的時候 收窄了0.8% 即是有機會復蘇 有機會復蘇這件事 其實是花旗都覺得是這樣的情況 有機會是一路好 和內地推出一些政策 希望穩住經濟是有關係的 我相信經濟有機會穩定得到 好 大家明白 所以中國經濟那裏好分 第三件事也支撐個市 問題是銀子升了這麼多 又去到2萬8千2 即是去到初步目標 那怎樣呢 短線我覺得都上升通道頂 亦都是臨近過新年 又是不排除整固 再升差不多上升通道頂 上下 多1至8點又不出奇 少1至8點也不出奇 上下短線 反而現在的目光是要看中線 如果有回吐有調整的話 中線吸納貨 中線是更加可取 所以其實現在 就真的不是望它升那麼高 因為都到了初步的目標 反而如果會回的話 你可以加碼 或者買不夠貨的 可以買貨 反而更好 那都是上網3萬區的 那有什麼值得留意的呢 第一 會不會有機會 有些短期調整會出現呢 這樣 除了港股升到接近上升通道頂之外 有機會的就是 上證指數其實呢 繼續都是衝不穿這個頭肩底頸線的 今天呢 衝高回落的 曾經最高升到去3036點 最後收3,005點 還沒有跌2點 它當然又不是差 不過每天都仍是受制住 那為什麼呢 就是在等待內地放水 即是總理李克強說 會研究降準這件事 今天其實內地沒有降準 之餘也沒有做易回購放水 那麼人行在本週一 進行過500億元人民幣的 逆回購操作 之後呢 連續四天都是暫停沒有做事的 那麼公開市場在週三和週四 即是前兩天 分別有500億和300億人民幣 逆回購是到期的 所以來說呢 本週其實是正回購300億元人民幣的 那麼這個消息可能就是 導致A股暫時都還是衝不上去的原因 那麼所以呢 你見到A股就衝不上去 那麼美國方面又怎樣呢 美股呢 當然走勢一直都好 很強的 以納指為例 首次升破9,000點大關 昨晚已經上到9022 那當然是強 但是如果你看它 也都是升到接近上升通道頂的 納指來說呢 其實如果你雖然中間 你見到一些陰燭 但是陰燭那天都是升的 它已經是連續11天上升 連續11天上升 那都是一個幾長的一次的升浪 那持續升了那麼久 是不是有機會需要休息呢 那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萬一如果跌穿 在通道裡面有一條上升軌 如果跌穿那條上升軌的話呢 就開始有一點短線有些戒心 但是當然了 除非跌穿上升通道 這個真的下面那條線 否則的話 不是轉淡的 只是一個調整 納指的情況是這樣 標普500指數的情況一樣是這樣 連升多日了 又是守著這條短期上升軌的話 就沒問題 但是萬一跌穿的話 你要考慮它 要小心它 就是有機會回到接近通道底的水平 有機會出現這些震盪調整的 那道指的情況也是這樣 亦都是連升多日之後 有機會是出現調整 但是它的情況就沒有 納指這些那麼誇張 因為納指都幾超買的了 超買得都幾緊要 標普500指數都是相對超買的 相反道指沒有那麼超買的 但是美股無論如何升了那麼久 是不排除有少少調整 記住是調整不是跌 不要那麼快說會跌 而是震下來 可能都是去回到通道底 那如果真的會震下來的話 港股就有機會都是震一震 好了 講完大堆大市的分析之後 那今天有什麼板塊 或者有什麼值得留意的呢 第一類就是資源類的股份 如果以代表紫金抗疫 其實今天在《經濟日報》 我們同時都分享這隻股份 叫大家去留意這隻股份 結果今天大升12點幾個巴仙 那今天最主要它上升的 就是全內地同野企業計劃減產 那這些傳聞一出來 就搞到今天資源股都升得幾好 紫金急升 五礦資源都是上升得幾好 落木那些都是升得不錯 第一類這類 另外就是內房 內房今天也有政策 國務院早兩天發佈了 關於促進勞動力和人財社會 流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 發出這個通知 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 意見 明確提出全面取消 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落戶限制 如果城市的人口少於300萬 就沒有落戶限制 有些人可以隨時進去都可以 全面放寬 城區常住人口300萬到500萬大城市的落戶條件 300萬到500萬這些城市就放寬條件 進去都還有些條件大放寬 城鎮化這個趨勢會持續 那就是有利什麼 第一大家想到就是有利的內房股 包括建材股相關 甚至物館 將來那些都會好的 今天 銀子成份股裡面升得最多 就是碧桂園3.5% 如果在普通內房股裡面 融創中國就升得比較多 5.8% 這個股我們都一直看好 一直在升上去都升得挺漂亮的 另外今天呢 奧元也是破艇上去 就是升4.5% 這些都是值得留意的股份 那還有就是新經濟板塊 譬如騰訊今天都升接近2% 1.9% 阿里巴巴再創新高 收212.8% 曾經去過213.6% 這些都是上市以來的高位 那一連串這些股份 都還是很值得大家留意著的 雖然短線有機會出現一些震盪 但是我覺得短線到了這個目標的機會 然後出現了一些震盪 但是呢 中線呢 我仍然都還是比較樂觀一點 可以看到去3萬 明年呢 如果最後的情況下 即是中美一起都放水 經濟好起來 那些貿談的問題都平息的話 是最後仍然都可以看到3萬6千點的 好了 今天分析到此了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